欢迎收看财经Espresso 晚上好我是嘉顺 新闻开始让我们来看全新一个星期的股市走向 德国组阁危机引发担忧 导致亚洲股市普遍下跌 马股币实时报1718.36点 全天跌了3.30点 在互利方面 马币表现领先亚洲其他的货币 截至下午5点 马兑美元一直突破了4.16令吉 来到了4.1500令吉的一年新高 马币对新元也起至3.0632令吉 紧接着有市场交易数据 外资今天竟卖出7179万令吉 而本地机构及散户则分别买进了5451万令吉 以及1728万令吉 接着让我们来看企业Black&White的单元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过河年旗下 丰益国际的最新消息 该公司今天透露 与全球最大食品加工公司加吉集团达成协议 购买关丹的实用油设施 包括了一家棕油提炼厂和库存工厂 而这项计划预计在2018年底完成 而丰益国际马来西亚生产总监表示 关丹港口的设施位置具有区域出口的优势 将会加强该公司在大马的销售 接着有国家银行的最新动向 为了捍卫马币 国行分别在去年的12月和今年的4月 推出系列措施来深化外汇和债券市场 国行总裁丹斯里·穆哈默·伊布拉辛表示 尽管马币目前已经有了一定的程度 翻译大马经济基本面 但却仍无法完成化解市场的误解 为了提升市场流动性和交易活动 国行决定在事隔7个月再出招 从即日起落实第三系列的深化外汇和债券市场措施 其中就包括了向传统和伊斯兰银行扩大卖空机制 至大马政府投资票据 推介本币和外币银行同业票据 以及扩大国行流动性操作的 合格抵押品至案内AAA评级银行 所发出的银行成对汇票 以及可转换存款工具等 最后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早前MNC机构雄心壮志 主导在雪兰的加里岛 新建巴生第三港口的计划 但日前却有消息指 该计划已经遭到隔职 针对此事件 交通部长达杜斯里廖中来就指出 所谓的第三港口不是全新的港口 而且隔职的消息也不正确 廖中来也说 由于巴生港口1000英亩地已经满了 因此有必要开发加里岛5000英亩地 以便巴生自贸区 有更大的平台推动经济贸易 以及配合数字贸易时代的到来 新闻到此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